好的主播可以看到民众戴着安全帽坐在造型车子上 由后面的人助跑将车身往前一推 车子往前冲穿越一旁的稻草堆终于到达终点的拱门 睽違四年第二届造飞车大赛即将要在台湾举行 21号在桃园国立体育大学首度公开竞速赛道 让民众先行体验造飞车飙速的快感 现场也邀请到知名女车手沈佳颖担任赛事的评审 先来听一段她的访问 因为其实一般人比较没有办法接触到赛政运动 可是藉由造飞车这个运动呢 就能够让大家充分想到当车手的感觉 造飞车大赛可以让民众发挥创意 自己DIY飞车造型 没有引擎单纯靠着斜坡的重力加速度带动车身前进 而2013台湾首届造飞车大赛 每个参赛队伍都发挥无限的想象力 不管是改装车船飞机卡通人物或者是融入在地文化 无奇不有的造型都展现出大家无限的创意 以上是我们讲到的情形主播